看到陆寒在武哈的表现才明白陆寒才是最大赢家 从第一季到最后一季 没想到陆寒所受渔翁之力 在邓超几人的衬托下 陆寒显得极其弱小 和邓超成鹤成为铁三角 成鹤是快乐制造机器 邓超风神绝地舞者 而小鹿被观众称为躺赢专家 说到陆寒在武哈中的表现 他的遭遇不得不令人同情 可以说能滑没躲过导演角力 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 他总能躲过猎物追击 总不按导演套路出牌 难道陆寒知道内幕 在最新的猫鼠游戏中 未未能吃上早饭 普哈团玩起早餐游戏 场上规则最后一只猫没饭吃 陈赫的表现惊呆众人 面对范大哥的追击 陈赫直接缴械投降 成为猫的一员 要说聪明还得是陈赫 玩过猫鼠游戏的都知道 猫绝对是最后的赢家 陈赫为了早餐也是拼呢 邓超被抓坚决不从 差点被犯打将军咬伤 邓超成功逃脱后 小陆的人被吓到不敢出伤 随着众人逐渐进入猫龙 陆寒成为最后一只老鼠 其实他是有机会的 但是在众人的撮合下 不得不缴械投降 最后救他没有饭吃 原来陆寒因为减肥 故意输的 其实他在节目的表现 给了一种不太聪明的样子 实际上他内心是懂大家的 最新一集武哈州 导演和武哈团各分东西 仅仅留下300块钱和车钥匙 让他们自己回国的场景 彻底让武哈团陷入困局 甚至住宿都是问题 千辛万苦砍价来的旅馆 却也只能坐两个人 陆寒自告奋勇去车里睡 因为他心里明白 玩游戏确实抢不过他们 不如直接摆烂 没曾想 这也是一件好事 范大将军为了报复邓超成和 第二天吃早饭 竟把钱花光 邓超成和一脸茫然 只能说陆寒运气真的好 没曾想陆寒躺平时摆烂 成了他获胜的关键 第一季中的疯身刺杀游戏 真是让人笑开了花 陆寒抽到了8号 只有1到5号才能睡宾馆 后面只能睡冰冷的摇动 小陆眼看自己的号码靠后 不如直接选择摆烂 恰好碰到吃面的汪敏 陆寒差点下跪求了半天 汪敏才同意请他吃面 陆寒正式开启摆烂 后面的两小时里 陆寒一直待在面馆 说句实话 摄像可谓是享受了 悄悄默默给陆寒点赞 陆寒这两个小时里 看到外面的人互相厮杀 心里不知多么高兴呢 林佳音更是搞笑 自己把自己给交代了 最后陆寒什么都没干 从第8名谨升第2名 不得不说陆哥好计谋啊 难道陆寒真的很单纯吗 实际上 五号团各线神通 一个比一个心眼多 陆寒也不例外 他在节目中的表现 多处是极高的情商和应对能力 陆寒面对突发情况 他能够迅速做出反应 化解尴尬 邓超六人坐车回国时 陆寒的一句 节目不带他们 直接盘活整个团的氛围 化解了五号的尴尬 陈赫之言 当时画面说透 看来陆寒也有自己的小心思 他讨赢 也有他实力一部分 真别说陆寒讨赢 跟邓超陈赫形成的鲜明对比 反而更加有节目效果 果然陆寒才是最后的赢家